第二行政中心是整合西南地区的各行政机关 包括有罗东警分局、消防局第二大队、罗东消防分队、罗东地政事务所、地方税务局罗东分局、北区国税局罗东机证所、西南部阵中心等7个机关来进驻 这7个机关迁入第二行政中心之后腾出了旧空间将可以提供旧市区空间的改善契机 而这些旧市区的空间该如何规划运用发展 县长林志廟强调将会与议会一起来讨论平衡城乡发展 让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建构优质景观优美的城乡环境 警察局、消防局、税监处、财政、地政、护政都会在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将来罗东的空间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跟议会一起的讨论 希望能够让它平衡的发展 让这个都市乡村、乡村都市化、都市乡村化 希望都能够很漂亮的能够把它如期的能够完工 那在我们的这个111年的12月希望能够完工 第二行政中心总经费为14亿3000万元 预计在6月底前开工 在111年的12月底完工 期望能够塑造西南大罗东的生活圈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毕竞亚ael一年的 烟 材料 宜蘭新闻 那么 我 诶